打败玉帝 哟 这个景点啊 纵空大闹天宫嘛 大胆妖猴竟敢擅闯天庭 哎呀 你吓唬谁呢 你2000血 我1500血 差距不大 我可不怕 敢不敢敢我比我比你画 来嘛来嘛 哎 好 来 先合成卡牌 金箍棒加大小如意 可以合成大金箍棒 伤害250 先给玉老儿来上一棒 蛋糙 今天呢 还能再出一张牌 但是剩下这三张牌都没办法合成啊 那既然这样 那就随便打出一张身外化身 再打玉帝90滴血 玉老儿 轮到你啦 看法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这个啊 一道天雷才劈掉我100的血量 你搁这锅脑养着呢 不过呢 你对我客气 我对你可不客气 来 接着和 和和和和 什么情况 不是 我这策划 你搁这玩我呢 我这才第二回合 这些牌就都不能合成啦 行吧 不能合成就算了吧 咱们先来一张猴子猴孙 然后呢 再接着来一张飞沙走石 两张卡发加起来 也能打掉它200多的血量啊 如来救我 不是 什么情况玉老儿 这才几个回合 况且我连你一半的血量都没打掉 至于把如来都请过来嘛 诶 如来还有两个回合才能抵达战场 嘿嘿 那就好说了 只要我在两个回合之内打败你不就行了 正好 利用身外化身加金箍棒 我们合成出了一张超强化身 只要我们运气好 一回合咱们就能打败它 没关系啊 咱们还有一次机会 来 兄弟们 麻烦大家呢 一起给浪哥的视频 来个长按点赞强烈推荐 浪哥能不能拿到更高的伤害 可就全看你们的了 咱们的最终伤害是400 还可以啊 非常感谢大家 接下来咱们再由呼风唤雨加飞沙走石 合成了哈萨Gate 伤害300 仅跟着下一回合 七十二变加呼风唤雨 居然召唤出了神龙 伤害500 大胆神龙还不速速归位 来来来 策划 你出来 咱俩好好比划比划 你这 我损失两张牌召唤出的大金龙 看着也是这么多威武霸气 但是 一点伤害都没有打 就被你直接收走了 你哥是糊涂傻小子呢 来 兄弟们 电邀全部给我安排上 今天咱们要策划 猴猴尽会惹事 看我五指山 怀兔子了 吓死我了 才打了600的血量 算上玉滴老儿的天兵天剑的伤害 咱们的血量呢 也有比他第三十点 好 咱们继续合成卡牌啊 用金龙棒加大小如意 合成大金龙棒 直接打出去 接着呢 再打一张伤害最高的猴子猴孙 这下玉滴老儿就剩260的血量了 下回合他必死无疑 你这吃什么宁丹妙妖啊 一下子居然能回800的血量 这我除非能一下子瞄你 否则我这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啊 诶 怎么回事兄弟们 刚才咱们还一起并肩作战 嘲讽策划呢 这怎么扭头过来就嘲讽我了呢 都别闹了啊 给个机会呗 这回我必能打败玉滴 快看啊兄弟们 预地就剩400血量了 而咱们这边呢 又合成出了一张超强化身 基础伤害咱们又摇出来个100 哈哈 那只要我们的伤害倍数 摇出来的不是2 那我们可不就已经定了吗 呃 不对啊兄弟们 再这样下去就又要输了 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啊 看有什么其他道具可以利用啊 诶 诶 被我发现了 你们看如来两个字居然可以拖动 诶 让我试试啊 诶 有了 如来两个字加空位卡 可以合成出一张永远的神 伤害直接1499 玉滴老二 没想到吧 哼 如来佛祖这回站岸这边了 咱们拜拜了 啊